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离职原因 第一个是因为我在我阿姨那上班 然后后来就因为想回河南了 然后就辞职了 你三段辞的职你都是做护士 做护士不是在一个地方坐着坐着会有感情的吗 我有感情 但是我比较喜欢唱歌这些 然后就是 你给病人扎支的时候不唱歌吧 那不行 那不唱 你给我们说说你在护士工作当中的一些事呗 就扎针的时候 然后自己就是 就 哎呀 我太紧张了 太紧张了 我们先唱首歌好吧 就放松一下 可以吗 好 抖音里面目前最流行的神曲你能唱的 有吗 包括去年的都可以 《沙漠骆驼》 《紫短情长》 《沈鼻子》 包括一路下来 你就选一个 最突然还给他提醒 他是要显摆自己知道 唱《紫短情长》吗 来吧 我们要不要请杜子健老师一起唱啊 杜子健老师不是说他很熟吗 是的 对吧 短视频 一定要 对不对 杜老师 有请杜老师 他就这样 来来 你唱你的《紫短情长》 我真的好想你在每一个夜里 你选择遗忘的 是我最不舍得 只断情长啊 诉不出当时年少 我的故事都是关于你啊 怎么会爱上了他 并决定跟他回家 放弃了我的所有 我的一切无所谓 你只断情长啊 诉不出当时年少 我的故事还是关于你啊 挺好的啊 好听 好听 现在放松了一点没有 放松了 再唱个《音飞草长》好不好 咱来唱《创烧》 来吧来吧 他的声音很有魅力 这小姑娘很厉害啊 你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唱歌的呀 就从小就喜欢唱歌 从小就喜欢 那为什么学了护士专业啊 因为我妈他们是学医的 在哪里学医啊 在我们家里边 村里边 哦 是视角医生 对对 是的 你喜欢护士这个职业吗 我还可以 之前不太喜欢 现在有一点喜欢 为什么之前不喜欢 现在有点喜欢呢 就感觉我自己是做整形的 但是感觉他们像做那些 正规的这种的话 就感觉挺神圣的 他们的那些职业 真的是会让自己能够奉献出 自己生命的那种 其实我觉得他性格 做护士挺好的 快快乐乐 就没小护的那种类型 是吧 你真的不做了 是吧 已经辞职了 暂时还没有辞职 你在哪家医院现在 我在美清医疗 多少钱一个月啊 一个月八千左右 这个电视一播 他们可就知道了 什么 那咱们播还是不播呀 他们还挺支持我的 你们医院挺支持你走的 挺高兴的 把走不走不是这个意思吗 那你早点辞了吧 是吗 今天面试的是 唱歌与传媒类 坦率地来说 唱歌咱这儿没有 有主播专业 对吧 那传媒类指的是什么岗位啊 就是短视频直播 然后唱歌 然后演员啥的 我问你啊 你这个改行 你爸妈知道吗 他 我没跟他说 他不知道 他们也不知道 就播了 他们也会知道的 他们会脑停 他们会脑停 那怎么办 我就想着他就慢慢接受吧 万一没饭吃怎么办 姑娘 没饭吃啊 万一吃不上饭怎么办 那我就去住畅去 住畅如果也没人要呢 怎么办 还当护士吧 你有男朋友吗 男朋友 有 但是家里边不知道 有 家里人不知道 他干嘛的呀 他是做手机的 做手机的 他一个月大概挣多少钱啊 他一个月是一万多吧 开始是这样做 现在是这样做 然后这样做 真的要改行啊 你男朋友知不支持 他 他支持 我也不知道 他支持吧 今天如果杜子健 把你招过去了 你可是要去上海的 就是北京的话 我现在是 你就回不来北京了 至少短期内 回归来北京 要在上海 对 一个月顶多只能回来一次 在那里要正式的 进入工作状态 而不是一个 自由的职业状态 要多少钱薪资 我说我写的有点高 八千到九千 你写的是八千 你不现在也是八千吗 对吧 姑娘挺本 反正她来参加的是 金星化大冒险 对 天黑起闭 自从说那男朋友的事情 以后就一直在搓手 搓手小歌手 是吗 一定要区分 艺术青年和艺术家 是有区别的 艺术青年呢 就是平常哼个小曲唱个歌 就挺开心 但艺术家 或者是艺术工作者 要靠此为生 他不像你想象的那么自由 就是我觉得 人生都有一堵南墙要去撞 所以 这堵南墙你要去撞 但是一旦撞不成功 你的后路你要想清楚 你理解的传媒 因为你要转型嘛 要转行嘛 从做了多年的 这个医护工作者 到职场里面来 除了唱歌 别的转实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好吧 且行且看吧 第一轮选择去过来 吴盏灯 天生唯有才 写的久了 还以为自己是理智的作者 但也没错 写的都是自己都感动的歌 听说今天 骄傲的你失落 写了这首苦涩 脸太灰色的 不要听到的你 也跟着喝 只是这样的你 也告知了 谢谢 真的挺好的 挺好的 就是歌曲蛮好听的 弹得也很好 而且按起来 按得很稳 这个是加分项 我觉得对你的求职 是加分项 写的歌也很好听 许飞的风格 比许飞展态好看 一定能做 而且他歌词也写得很好 歌词也特别好 所以我一想问 你这首歌是 说写给你的歌 那个你是谁 我自己还有 跟我所有这样的自己 我在期待你副歌的部分 晚上拉高一点点 拿一点点怒饭的味道出来 没有 杜茜茜 你要想当音乐转家 说漏气了 咱们是这样的 就是你未必懂音乐 但是呢 你就把他当网红 要去捧 努力地去捧他 既然是非你的选手 既然25岁 就要绽放青春 就让他肆意地 拼命地去绽放就行了 来我们进入职场 请商课堂 刚开始实习 下班之后 被领导教区 为他私人的事加班 然后领导又自掏腰包 给发红包 说是算加班费 收不收 刚开始就会说不收 对 如果执意要给的话 就收一下 就先假客气一下 就其实我觉得 给领导帮忙 也没有什么 那你为什么要收呢 那他执意要给 其实我建议 如果领导执意给 是要收的 要跟领导有种感觉 就是我也付出 我的时间和劳动 对吧 而且你也是个 相对比较年轻的小朋友 但是在现实当中的职场 领导叫我们去帮他 办事件的事情 是很常见的 其实就这一事你帮我 然后我们在情感账户上 会有一些信用 那他给你发红包 有两种意思 一种是表示感谢 第二种方式 人才两清 就是你帮我干这个活 我已经用红包给你结了 我们千万不要 特别职业化地认为说 这个忙不是我工作范围之内的 你要意识到 它背后可能会有一个 情感账户你能建立 我其实反感这种情感账户 因为我认为这是一种 很落后的 传统的一种交易方式 这种情感账户很难算得清楚 而且容易有积怨 为什么要算得清楚 我这样说 真的是这样的 因为我跟你这样说 我来自一个三线小城市 在越是小的城市里面 这种情感账户 是最容易出现问题的 你比如说我曾经帮过你一个忙 然后你下次怎么帮我 和我认为你的标价 和你给我的标价 有时候不对等 为什么要标价 那就不交朋友 我觉得那是人与人间的差异 曹西你说这点 我特别不认同 人的关系有弱关系和强关系 曹西你在算计 你把每一个朋友都量化了 你把每一份情感都量化了 你在量化友谊 我反对你这种人格 我告诉你 我来自三线小城市 为什么我决绝地不回去 而要在北京待着 就是因为我讨厌了 这种情感账户的 来来回回地计算 你以为没有计算吗 你以为没有仅仅计较吗 当然有 而且中间会产生 很多很多的问题 曹西我不同意说这个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你不是 跟你的出生和来自哪个城市 有关系的 我觉得是说一种方式 当你在评估别人的付出的时候 是因为你自己已经 先入为主的 已经在以这个价值去衡量了 我觉得我是赞同的 职场关系归职场关系 生活的朋友归生活的朋友 但是完全把它割裂开来 人是有情感的公平 对 不能为了安全感 为了所谓的交易的公平 决然地断裂开来 我觉得这也是不自信的 表现 情义必然存在 你要人生连点情义都没有 这日子过得太无聊 但是在企业这个层面 我们尽量不让情义凌驾于制度之上 让情义变成加分的 这样不就两全其美了 有些人从农村走出来之后 他在城市里面的那个住处 就成为了某县住某城市的招待所了 你可以理解 当哪天如果你在北京 你真的混不下去了 你回到家乡去的时候 你此时此刻在城市里面 你觉得这些一重一重的代表着那种 非常落后的这种感情交换 对于你来说是一个负累 当你哪天要是在这个城市里面 你真的混得不好 或者偶尔你混得很好 就想回家乡去看看 你还有的地方会夹到欢迎你 到那个时候你又会比较享受 你原来给你带来负累的这些 淳朴的这个所谓的情感 给你带来一些良心上的惬意 回到他这来 你们这还有五盏灯 有什么问题要问 如果你做一个辅导的 在线辅导的一个护理的专员 你有这样的知识吗 他的眼神好奇怪 没有吧 你到我公司里 假如我来去运营你这个号 我来帮助你拍摄 去系统化地规划你这个号 你期待你最高粉丝数是多少 你觉得合适了 努力达到的就越多越好吧 越多越好听见吧 但是就 因为刚开始我什么都不会 就可以从最底层的可以做 杜子健在这个台上 做了一个很坏的范例 他在竖起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火焰 一套康庄大道 让众多的飞蛾 去往那儿抱着明星梦 抱着成名梦 抱着发财梦 飞蛾扑火 但是我让姑娘你去勇敢地去铺 我跟你说实话 在两年前 做一个短视频过一千万 很容易 这个红海已经过去了 你不能因为你自己的粉丝长不起来 你就学质疑杜老师的能力 好不好 在杜老师那儿 也就是百分之零点几的成功率 但是那百分之九十九的 都是都叫做炮灰 那现在次媒体行业 谁都是摸着石头过河 每个人都可能摸索出一套自己的规律 但确实是越来越难了